好久不见的羊脑三大价 今天必须走着 来个羊脑 羊肠 这是羊脑 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应该很多人都看我吃 哎呀妈呀 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看我吃个羊脑三大价 是不是 好久不吃了 哇 哎呀妈不 哇 我说我吃了 我吃了 这还没吃了 我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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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久不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就算了 我吃了 要吃吧 哇 这脑蛙老嫩了 今天咱们来一个五件套 这葱有点老了 脑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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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一个肠包脑 好久不见的变得长 变得长 好久不见的 好久不见的 今天咱们来一个羊头 第一步你们都知道 我就不说了 今天这个还行 肉也挺多 肉比较 肉比较 哇哦 这条炒到特别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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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到特别肥 这条炒到特别肥 这条炒到特别肥 炒到特别肥 这条炒到特别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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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到特别肥 炒到特别肥 这条炒到特别肥 这条炒到特别肥 把小狗给他拿出来点 小狼也是一个吃货再说的啊 起来都高兴 你看一下咱们家这个走包肉里面的堵 基本上堵油是完全没有的 全部都是员工把这个堵油全部都泡干净了 所以说它是很干净的 但是也不是很善啊 因为羊油它本身就是比较善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羊油基本上是没有了 所以吃的时候善味不是很大 而且里面的肉 小孩两人都能吃 咱们家这个堵包肉它是五香口味的 不是辣的 等下吧哦 说拜拜 拜拜 拜拜 啊 拜拜